今天我的这套看起来是很随性的 但我觉得也是很酷 因为我觉得这个Maisa Marcella的毛衣 还有这个Maisa Marcella的裤子 还有这个Maisa Marcella和Gentle Marcella合作的墨镜是特别好看 我特别喜欢它旁边的那个白色色风线 还有里面的圆圈吧 男生女生都可以戴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合作墨镜的颜色都是我平常会戴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每天戴他们这次的合作的墨镜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旁边的白色色风线 因为我从之前特别喜欢Maisa Marcella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经典的就是这样的设计 就是白色色风线 然后他们的圆圈吧是特别好看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墨镜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看 我希望我和Intuin一起可以看二出 就是在下滩镜上 因为我之前跟小九一起看过了 但是我还没有跟Intuin一起就是看二出 二出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我们就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在希望在三叶看二出 对 对 我觉得配饰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配饰能够让你的OTD更好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戴墨镜 戴墨镜或者戴一些手带 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可以让你的OTD更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小Tip 一个是我能够见到我的家人是一个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是 我记得我每天会爬山或者去沙滩 然后重浪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 我西窗的很早 因为我想爬山看二出 然后我差了一点点 就是我害怕我不会到上面 然后就是太阳已经会出来 但是我到的时候 就是太阳刚刚出来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 但是经历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我永远会记得那个 景色我觉得特别特别很美 我觉得一个是冰糖葫芦 因为我特别喜欢冰糖葫芦 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 重庆的火锅的那个味道 有一个packet 我觉得我会带来 带这个 然后就是给他们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是特别好吃 我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专辑 我们现在在就是等 我们就是可以发的一天 然后我记得我们 我们在拍我们的MV 就是为了一首歌就这样讲到 我们一起在玩那个演活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感受到就是很朋友 就是很好的朋友的感觉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特别想哭 因为我知道就是 Internet解散的时候之后 我可能不会感受到这样的感觉 那种感觉 所以我特别想哭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很难过 但那个时候我没哭 因为我觉得是很尴尬 因为没有人在哭 所以如果我哭的话 我觉得太尴尬 所以我没有 但我觉得 对 我到现在记得这个经历 你会选 我觉得我会选 比较dark 黑色 mysterious的主题 因为我个人的风格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 比如说今天的衣服是比较就是dark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 我觉得 对我觉得可能我会选这个主题 因为我希望大家看我的作品的时候 他们是要思考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想表达什么 什么东西 我不想他们能看到 然后get到我的意思很快 然后我觉得可能风格 应该是很街头 很high fashion 有一点奇怪的风格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样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会这样 有两个风格 一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我个人的风格 就是比较酷 比较街头 都市风格 因为我觉得我很了解 理解这样的风格 而且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的风格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可爱 做一些毛背心毛衣 然后做一些很可爱的设计在上面 然后会有很特别的颜色 可能会特别colorful 跟你的这个衣服一样 我特别喜欢这个衣服 然后对我觉得 这两个风格 我会先试一下 我觉得这是我平常会做的表情